传统市场面临超市及大卖场的冲击 必须积极升级消费体验改善购物环境 才能吸引消费者来上门消费 而依然市的绿酒市场为此也推出了第二波的摊位改造 绿酒市场的摊位载道计划 我们在线成果 有猪肉摊、蔬菜摊 还有家庭五金三个摊位 共同来配合 我们这个温然一新 也有LED的招牌 让我们的这种新鲜的食材做最好的一个提供 然后行动支付或者是多元的选择 也是我们迈向一个高规格服务的一个领域 这次改造摊位包括有生鲜肉铺名店永惠肉号 供货给县内许多知名餐厅的日展果菜行 以及五金类型多元丰富 还提供现主咖啡服务的家庭五金精品 改造项目包含了动态电招、多元支付、产品陈列、空间规划等等 全都来进行改造升级 让摊位更加的整洁明亮 改造这个摊位之后 越多我们的市民 很愿意、很欢迎、很欢迎、很放心 现在我们的这个叫市民来消费 不论有更多的种类之外 也推出了不断的优惠活动 让我们的消费者来到这里有更多的选择 可以看到改造的幅度非常大 那最大差别的差别在于说现在许多不论是年轻人或者是许多人怕是来自外地的 我们都非常喜欢来自这个69市场 因为有许多的行动支付 有它会改造的摊商 这次有加码活动 有这个我们的永费落号 期日期只要购买一千元 就送一百元的旅用件 也就是不限期限的 那个然后第41摊日长果菜行 也是有两百元 只要你消费买两百元就送一个购物贷 也是不限期的送完为止 然后家庭五金行的 他们只要你消费满两百元就送咖啡 民谈大改造 同堂送优惠 赞 一蘭新闻记者十四名 采访报道